你 光海凌之前 一直都是我父亲的助理 去年开始 她上了总经理 专门负责声讯的项目 就是她在对接风军 原本是应该由我父亲亲自对接的 可我爸身体不好 他说他想留在广州休养 交给光海凌全权负责这个项目 你爸为了培养你 让你隐瞒身份进入临时 干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给你放权 再怎么看 你也比这个光海凌 事故总经理的位置吗 我爸对我一直不满意 他并不看好我 你父亲自己不出面 倒让一个外星的人 去对接风军 这从一开始就不对的 难怪风军逼而不见 但毕竟光海凌 是公司的总经理 从职位上来讲 没差多少 我想要是没有我的话 他狠狠地成为临时接班人 他 接手临时 他比我强 比我优秀 我爸一直很看好他 你们临时那么注重松松穿透 只要有你在 他肯定没有机会 他都不一定 我想我爸 他也不会这么想 其实我这杯最倒霉的事情 就是信任 如果你依然为了临时拼尽全力 那有什么用呢 从我爸把我总司的招回来以后 我人生的目标和理想 就都破灭了 我的人生 只能和临时的存亡绑在一起 这就是命 我得认命 我能够掉 可是它很久 很久 我们去试试 的一定就是 有维ии 准备 故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